我妈刚死不久 我爸就娶了新老婆 火速把我送到乡下养着 直到需要我替妻妹嫁给半身不随的老男人 才把我接了回来 为了让她打消 替嫁这个念头 我准备先和相恋五年的男友顾明领证 想着失去他们需要的利用价值威胁 或许就消失了 刚到顾明家的时候 床上还躺着别的女人 巧的是 这女人正是我的妓妹周月 两人打得火热还不知道 我正看着他们 我爸让那个香巴佬沈夕 替我嫁给那个半身不随的老男人了 他肯定会来找你领证 你可不能答应他 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认识你 怎么会娶他那个香巴佬 两人的喜笑声 像针扎在我的心上一般痛 我把顾明当救赎 没想到是另一个地狱 幸好我还没完全陷进去 为了不让这母女俩 迁怒我妈妈的遗物 我悄悄离开 没有和这对狗男女正面撕破脸 失去了顾明这个选择 我接受了在医院认识的奶奶的邀请 和她的孙子萧宁相亲 萧宁和我一样 需要一个形式婚姻来回避 家里不停三人 我们达成协议 火速去领了结婚证 分开之前 她给了我一张卡 她说里面只有520块钱 当作彩礼应付一下萧奶奶的我 我收下卡 微信给她赚了524块5 包括列结婚证的钱 既然是协议 还是要分清楚 500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办理结婚证的钱 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出 上出租车之前 我又好到不知我的话 哪里刺激到她 她愣在原地 瞪着幽深的黑眸 目送着我离开 我捏紧了结婚证 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沈家大门 我爸和继母正坐在客厅等我 刚刚还挂在脸上的笑 陡然沉了下去 早知道我就养一条狗了 对她好她 还知道对我摇尾起怜 随叫随到 爸爸披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道 不等我开口反驳 周月先从楼上走下来 冷嘲热讽到沈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躲哪里去了 你是想找个人领证 躲避爸爸吧 你除了简陋替价 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还不知足 她又指着我教训道 让你失望了 还真有人在这个时候肯跟我结婚 我把结婚证拿了出去 冷笑一声道 既然你的未婚夫这么好 还是你自己嫁过去吧 总比做别人小三体面 周月被戳中废管子 脸色战红 你你知道什么了 她反应过来要夺走我手上的结婚证 因为比我小了一个个头 所以我单手抬高 她怎么跳脚都够不着 只能恼羞成怒道 怎么不敢给我看 是个假结婚证吧 就算是真的 估计是从街上拉了石荒的老男人 领敌证真够贱的 小望你不愿意可以和你爸商量 怎么能不把你爸放在眼里 私自做决定呢 继母在旁复合道 不管是不是真的 没有我的允许 你凭什么和别人领结婚证 爸爸绕到周月面前 恶狠狠地盯着我 威胁道 现在就给我滚去 把这老十字证书取消了 塞我要也把你塞进小家 否则你就把我养你花的钱 全都还给我 说完 她抬手就要打我 嘴里骂骂咧咧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贱姨子 我躲过去用结婚证 狠狠抽了她的嘴 抽得她呲牙裂嘴 这是我的工资卡 里面的钱全部拿来抵债 话还没说完 卡就被她抽走 一边拿着桌上的POC机 一边嘲讽道 你还在实习期 能有几个鸟钱 她突然不说话了 拿着卡的手颤抖地伸到我面前 惊讶到声音是真 一百万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刚还想说 剩下的钱慢慢还给她 听到她的话我也惊呆了 我也想知道我哪来的一百万 扫了一眼那张卡 我才发现给她的是 萧宁丢给我的那张卡 我反应过来 想着现在不是纠结萧宁的时候 提醒道 你给我的每一笔钱我都有记录 你如实扣掉你的那部分好了 继母在旁边小声提到 小旺刚工作几个月 哪来这么多钱 我前几天好像丢了一对镯子 刚好一百万感情我养的还不是白野狼 是个贼 我爸被激怒 朝我骂道 我冷吃一声 明明他自己就是个抢走我外公遗产的贼 也好意思污蔑别人 沈月拿起电话直接报了警 我家里进贼了 请你们立刻过来帮我调查一下 说完 他挂断了电话 晃动着萧宁给我的那张卡 在警察来之前 你最好考虑清楚 是替我嫁进萧家 还是等着坐牢毁了自己一辈子 我看着这母女俩理直气壮的样子 饶式无语 这货不会以为全世界 就他们手里能拿出一百万来吧 警察来之前 我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 只是给萧宁发了消息 很快他们便等到了满心期待的人 两个警察刚入门 就听周月指着 我道 我姐姐只是一个实习生 现在卡里竟然有一百万 我怀疑她的钱来历 不明你们好好查查 请问你是沈西女士吧 两个警车走到我面前礼貌问道 我还未开口 先听周月在旁冷笑一声 好像我马上就会被抓走似的 见我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警察回道 刚刚你老公已经打电话证明过了 说的那笔钱是他转给你的 我们也查过了 来路明确 不构成犯罪 我们来是想提醒这位小姐 对于虚假报警 谎报警情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可处五日以下拘留 警察又转向周月道 周月不敢相信地往后退了一步 嘴硬道 我怀疑她做不正当交易 你们查查她的结婚证 那是假的 我主动把结婚证递了过去 警察何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周月小姐 你诽谤他人 态度恶劣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怎么会 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那么有钱的老公 周月瞪着我不敢相信道 我爸和继母见沈英被靠上 一口同声道求 你们通融一下 要多少钱我们都给 我们只按照法律规章办事 不收额外钱财 警察们说完把人靠上带走了 小王 我说过很多次了 你不想嫁 我们可以商量 你何必这么害你妹妹呢 好好的一个家被你搞得鸡飞狗跳 我们是你的仇人吗 继母看向我哭得梨花带雨 我直接被她的语气笑了 用我妈的遗物要挟 这叫好商量 还有抢走我和我妈妈的一切 不是仇人是什么 我爸心疼地抱着继母质问我道 你那个未婚夫是谁 我亲自去找她 她要是不跟你离婚 我让她一百万都拿不出来 你嫁进萧家有数不清的一百万 你把我的生意也有养账了 这不皆大欢喜吗 她看我不惊吓 干脆软硬坚用地劝说我 我冷哼一声 反驳道不是你让我处处让着妹妹 现在我把您口中的好机会让给她 这才是皆大欢喜 你她被我的话噎住 憋得脸色通红 估计是意识到自己有多不要脸了 继母变了脸色 真怪我霸道 好了女儿不懂事 你做长辈要包容她 哪能把她当仇人啊 小啊 我本来是看你在乡下可怜 想在城里给你找个依靠 你不领情就算了 我们也不逼着你离婚了 你把你老公带回来吃个饭 总行了吧 她看向我 声音出奇的温柔 我对她没有丝毫信任 转身离开 你要是不听你妈的 我就那些遗物给扔了 我爸看不得她的小娇妻受委屈 在我身后叫嚣道 她口中的遗物是我亲妈的 现在全被她霸占着 恬不知耻地拿来威胁我 我冷笑一声 反驳道我会带她回来见你们 你们定一个时间 还有我妈已经死了 想让我叫妈先死一个看看 夫妻俩气坏了 恨不得一起上来把我撕裂 离开沈家后 我联系了萧宁 询问她是否愿意来我家吃饭 她爽快地回了个好 我把地址发给了她 长叔一口气 带着萧宁来到沈家门口 她忽然笑着说道 竟然这样巧 我刚要问 别墅的门被打开 对面站着的是周月 穿着一条格外亮眼的抹胸长裙 开叉很深 腿部曲线若隐若现 你就是沈溪的老公吧 我是她妹妹周月 周月眼神掠过我 上下打亮着萧宁 瞳孔不禁闪过光 江涂满红色指甲的手伸向萧宁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萧宁看了我一眼 没有伸手过去 但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好一会才进去 我跟在他们后面 看着周月摆动的腰肢 不禁想到她和顾明在一起的场景 嘴角勾起一抹嬉笑 她这是挖墙脚挖上瘾了 不过连我的男朋友都被她迷得背叛了 我萧宁这个协议老公 我更没信心她会不会改变心意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爸还没回来 萧宁临时出去接了个电话 剩我一人在别墅里闲走 刚走到阁楼储物间 就听到两个女人的声音 我能抢走她男朋友 也能抢走她老公 再说 那个萧宁比顾成好看多了 那个香巴佬看上的男人 长得再好看 跟你爸爸比那也是个穷小子 让她甩了沈西以后就感觉脱手 和这母子俩真是一脉相承 都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我避开了他们 看着两人越走越远 餐桌上 母女俩没来眼失忆着什么 目光都在萧宁身上 我看了一眼萧宁 她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 脸上看不出情绪变化 而桌下周越的腿 已经蹭了萧宁很久 沈英你的腿 大概蹭了我十分钟 可以排除你是无益处碰到我 我怀疑你有严重的多动症 萧宁忽然放下筷子 凝视着周越 一本正经道 这类行为可能和心理疾病有关系 我认识一个心理学专家可以推荐给你 再严重的话 那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也认识这方面的人 看着周越收回脚的狼狈样子 我差点笑出声来 不知该夸萧宁 是监察高手 还是模范老公了 我一个都不需要 周越脸色难看 咬牙切齿道 我爸极不自然地倾渴一声 转移话题到我女儿 没见过世面 区区一百万就把自己交出去 但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 我已经给他找到 和我们家门当户对的人 你要多少钱离开我女儿 叔叔虽然我不赞同物化沈西 但我能看出来 你这个做父亲的 不是很看重这个女儿 他骨节分明地 手伸进胸口的口袋里 推到我爸面前 目光坚定道 所以 叔叔需要多少钱 才能放过小旺 您开个价吧 我爸看到支票愣了一下 随即大笑道 拿个空支票唬人是吧 我给小旺找的婆家 可是萧氏集团 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看够不够资格比 他上下打量着萧宁 不屑道 我忘了告诉叔叔了 银口中的萧氏集团 是我家的产业 如今我在管理 萧宁脸上依旧带着温和笑容 又掏出了一张名片递过去 之前要给您自我介绍被您打断了 现在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萧宁 我吃惊地看着他 知道他不是那种装逼撒谎的人 忽然想到 他们谣传过 那个半身不随的老男人 哪里老 哪里丑 然而除了我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 我爸连同那母女俩笑声回荡在整个客厅 丁门铃突然响了 佣人带进来一个很优雅的奶奶 是安排我和萧宁相亲的神奶奶 她的到来 让我们全家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 萧老夫人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您快请坐 我罢工着被走过去 直接把自己的位置让了出来 然后指着萧宁说道 您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人装您的孙子 您看怎么处理 我没有这样的孙子 沈奶奶沉着脸气恼道 听这话我愣住了 萧奶奶咋还拆自己孙子的台呢 周月估计是刚才受了气 正愁着找不到地方发泄 逮着机会变大吼道 果然是个大骗子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 还想在沈奶奶面前 继续丢人现眼吗 沈奶奶猛然变了脸色 把我拉了过来 大声道 这是我孙媳妇 不能走 我爸惊了一下 应该是没想到 说服沈奶奶 换我代替周月这么容易 她反应过来后勤咳一声 让继母拦着 周月别继续闹脾气 然后走到萧宁身边道 小伙子 刚才我给你机会你不要 现在想全身而退 可没那么简单了 你还想要我做什么 萧宁挑了挑眉 不懈地拧了她一眼 我爸看她丝毫不畏惧 更恼火了 用命令的口吻道 除了之前提的那个 还要给我磕三个响头 否则 我现在就报警 让你留下暗地 周月在我耳边小声讽刺道 自己烂透了 也难怪会找个劣迹斑斑的人 回来丢人现眼 我劈了她一眼 没有搭理她 反正等会有她哭的时候 什么 你要我孙子磕头还要坐牢 沈奶奶惊讶地看向我爸爸 声音颤抖 她这一声 让原本还傲娇的爸爸脑袋 瞬间直拉下来 紧张到舌头打结 您 您刚才不是说 她不是您的孙子吗 怎 怎么她和沈西领证 只给一百万的彩礼 哪里像我的孙子 沈奶奶看向萧宁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可这小子现在已经从我这里接管公司 我想不承认都不行 了萧宁委屈道 奶奶您误会了 沈西连办结婚证的钱都跟我AA的 一下给她那么多 我怕她不收 你这傻姑娘 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不收可就便宜 这小子了 沈奶奶攥紧了我的手 宠妮道 这一刻我也惊呆了 谁能想到我只是在疗养院做个兼职 就认识了萧氏集团的前掌舵人 还得了个总裁老公 我听到牙齿打颤的声音 寻声看了一眼 是我那没骨气的爸爸发出来的 他脸憋得通红 好像随时能哭出来 公司最近遇到了危机 这也是他急着把我送进萧家的原因 现在他有眼无珠得罪了 萧氏的掌舵人 可不得悔恨落泪 他身边的那对母女 直勾勾地盯着萧宁 如狼垂涎着快要得手的猎物 我这次来 是要正式和亲家商量 我孙子和沈西的婚礼的 彩礼什么的都要商议一下 沈奶奶看向我爸 客气道 我爸应该是太紧张了 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倒是我那人惊世的继母 反应快 抢先到沈老夫人 您还记得和我们沈家十年前 就定下婚约吧 当时定的是我女儿周月 不是沈西 沈奶奶 我妹妹明知道 我和萧宁有婚约 再不知道用了什么龌龊的手段 欺骗萧宁 和她领证 沈约主动拉着沈奶奶的手 声音哽咽 不忘讨好到我知道 像您这样 神明大义的人 一定瞧不上那种 使用龌龊手段的人 我差点笑出声来 见过作死的 没见过主动送死的 沈奶奶原本对人 都是客气礼貌的 这会直接甩开她的手 不越到当初是我 撮合沈西和萧宁 相亲的 你既然觉得我手段龌龊 还是不要和我这个老太婆来往了 试试您啊 周月双手 疼在半空中 快要急哭了 努力挽回到沈奶奶 我不是说您龌龊 我相信您这么做 也是受了 沈西的欺骗 否则以您的眼光 怎么会主动看上她呢 沈奶奶又被她戳到痛处 沉着脸到巧了 小望这丫头根本不认识萧宁 我是看她在医院 静心照顾我这么久 没安排她和萧宁 见面前 就认准了 她是我的孙媳妇 周月傻眼了 恼羞成怒 把目光转向我 一定是你这个贱人 跟沈奶奶说了什么 否则你样样 不如我 你怎么配抢走我的东西 她继母比她的丈夫女儿 清醒许多 狠狠地给了周月一巴掌 训斥道 沈西是你姐姐 她就算抢了你的东西 你也不该这么对她 说完她又给沈奶奶 鞠了一躬 周月这孩子心智还不成熟 容易被情绪冲昏了头脑 我这个当妈的 替她向您道歉 也和小望道歉 但周月刚才有句话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您这样的人 能将这么大的企业管理好 想必知道信守承诺是最重要的 她脸上挂着笑 说的话却是一针见血 沈奶奶倒也不示弱 解释道 若不是你们一再推迟婚期的时间 我也不想这样 您误会了 能让周月嫁给萧宁 是我和周月的荣幸 怎么会排斥呢 继母突然看向我 一副慈母的样子说 沈希是姐姐 前几天还和男朋友在一起 我是想着先给沈希举办婚事 然后再商议周月的婚事 这样免得沈希这个做姐姐的怨念 我不带她 她看了我一眼 把手机递给沈奶奶 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说假话 这是沈希和她男朋友 共鸣在一起的照片 不知道怎么就和萧宁领证了 小夕你有男朋友了 沈奶奶疑惑地看着我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 是一张我和顾明很亲密的照片 呵 怪不得继母当初能从我爸一众女伴中 脱颖而出 手段真够狠辣的 不等我开口 继母故作不可思议地看向我小蛙 我以为你和萧宁领证 结婚之前是要坦诚相待的 对不起萧宁 小旺是个好孩子 你千万别和她计较 我替她和你道歉 她又看向萧宁 唱了一出精彩的独角戏 沈奶奶只得强颜欢笑道 看来一切都是个误会小蛙 奶奶不在意你的过去 但我和沈家定下婚约在先 必须履行承诺 她愧疚地拉紧我的手 承诺道不过你放心 就算不嫁给萧宁 我也认你做我的干孙女 周越站不住了 反驳道 沈奶奶 她可是个骗子 凭什么做您的孙女 谢谢您的理解 就按照您的意思办 等沈希和萧宁办离婚 我们就商议一下周越和萧宁的婚期 继母把发疯的周越拉到一边 多次眼神提醒 这才让周越安静下来 得了便宜 她还不忘卖惨道哀 后妈不好当 都怪我对沈希的事太过看重 差点就酿成大错 还好话还没说完 被沈奶奶打断 你不是苏老爷子的女儿 当年我接管萧氏 感念苏老爷子帮过我很多 所以十年前 才来和萧家定下婚约 当初沈先生说她只有周越 这一个女儿 我才误以为她 就是苏老爷子的外孙女 见大家疑惑 她补充解释道 一直沉默的萧宁 轻声提醒道 苏老爷的亲外孙女是沈希 我以为你是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才让我和她相亲的 沈奶奶回头攥紧我的手 声音因激动而颤 兜兜转转 我的孙媳妇还是小西 真好 沈月听了 拽了拽我爸 不知道说了什么 一直不敢引起萧宁注意的爸爸 这会憨笑着看向祖孙俩 小望这孩子从小养在乡下 没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 和萧宁的眼界那是天差的别 这两个孩子现在凑在一起 以后也会有隔阂的 小族就不一样了 她是我和她妈妈亲手培养长大的 也和萧宁上过同一所学校 接触的都是和萧宁 这种上流社会的人结了婚 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她又把周月拉到身边推销道 萧奶奶冷笑一声道 原来你也知道 对这两个亲生女儿是不一样的 你的心颜子都偏心道太平洋了 有件事我要澄清一下 我交给我孙子的从来都是平等待人 我们萧家只注重人品 华而不识的东西要来也没用 她扫了一眼母女俩 委婉拒绝道 我爸尴尬极了 不敢反驳 只能善善地笑道 也没那么拆吧 叔叔我这人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 萧宁拉起我的手 郑重宣布道 还有我和沈夕已经是合法夫妻 很快就会举办婚礼 看着一句话都憋不出来的三人 我不得不感叹 对付这种不要脸的人 还得和这祖孙俩 学学周月度火中烧 拿出手机破罐子破摔道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二手货吗 这是你的合法妻子 之前和顾明在一起的所有照片 她拨动着一张张我和顾明亲密的照片 冷笑道 您要是喜欢 我这里还有视频可以让你慢慢欣赏 萧宁接过她的手机 眉头皱得很深 骨节分明的手指拨动着每一张照片 全程沉默 显然很重视这些照片 在这期间 神约附在我耳边 小声道 你以为抢了我的东西 你就能安心得到了沈西 你不配萧宁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何必再回头去看呢 萧奶奶也感受到低气压 帮我劝说道 萧宁沉浸在照片中 忽略了萧奶奶的话 周月母女则在旁看好戏 我很重视我和顾明的感情 她却把我的付出 当作讨好周月的工具 此刻我已经不在乎萧宁的态度 只知道我的青春被一点点地撕碎 直到彻底消失 继母假惺惺惺道 萧宁 你别怪沈西 都怪我当初没有忽略她对我的回避 坚持把她留在身边 否则她现在也和沈西一样 懂得自尊自言 我冷笑一声 她要不要看看我手里的视频 再考虑收回刚才的话 就在我要拿出手机反击的时候 萧宁掀开了口 阿姨 你都做不到的事 凭什么要求别人 照片我已经删完了 涉及沈西的隐私 我不希望这些让更多人的看到 否则你知道后果 她把手机还给了周月 严肃到周月愣在原地好一会 不敢相信到她的过去你不在意 就这么喜欢破鞋 她她话刚说完 我就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周月正常恋缘合理合法 我把她那天和顾名苟且的视频 投屏到家里的巨型电视上 让所有人都欣赏两人的真人大电影 原本是不打算把这个视频放出来的 谁叫她非要挑战我的底线 那就让她射死得更彻底点 神月看到荧幕上的自己 吓得脸色惨白 慌张地摸着电视按钮 看到画面上变成黑屏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她多此一举的样子 我不禁觉得好笑 反正大家已经看到了 继母口中洁身自好的宝贝女儿 正躺在我男朋友的床上 我爸捂住脸 离得周月远远的 估计这会都不好意思承认 这是她引以为傲的女儿 萧奶奶冷喊一声 看着缩着脖子心虚的继母 气恼道 原来这就是你和沈先生精心教养的女儿啊 小旺说得对 正常恋缘做这些没什么 可周月和小旺的男朋友纠缠不休 这不是知三当三 道德败坏吗 她上下打亮了继母一眼 点点头道 不过有这样一个母亲言传身教 也不奇怪 萧宁倾咳一声 在旁提醒到奶奶是前男友 周月听了气得直跺脚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我不甘示弱地回看她 吓得她又收回目光 伤怕我又打她一巴掌 小旺你去收拾一下东西 从今天起搬到我家 以后我和萧宁就是你的家人 彩礼的事我直接和你商量好了 萧奶奶握紧我的手 扫了一眼 我爸冷哼一声道 萧宁复合道 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全都换新的吧 我知道这会僵持着 我爸也不会把我妈的遗物给我 所以只能先离开 到时候再想办法 找她要 况且我和萧宁只是协议结婚 不要再麻烦他们了 想到这些 我听了他们的话 暂且在萧家别墅住了下来 你们既然已经领了证 那得尽快办婚礼了 按照规矩 办婚礼之前 女方是不能在男方家住的 还是在家里住着吧 我爸赶紧上前来找到 声音里带着讨好的请求 周月拽着他不满道 爸 他一直住在乡下 这里本来就不是他的家 你挽留他干嘛 啪 我爸猝不及防地 甩过去一巴掌 周月捂着脸 委屈地撇着嘴 眼里蓄满了泪水 爸爸 你从小打到都没打过我 现在竟然为了这个 香巴佬打我 您偏心 我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又余光 偏向萧宁祖孙 回头训斥道 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打过你 把你给惯坏了 照照镜子 看你都成什么德行了 连你姐姐一星半点也不如 继母面上明显不高兴 但还是一声不吭地 把女儿拉回了房间 我爸转化情绪极快 迎着我们抹了 抹眼泪 当初把小旺送回乡下 是怕他受不了 突然多了一个妈妈 这么多年 他没有提过回家住 我总不能逼着他回来啊 不过这事还是怪我 太过在乎孩子的感受 今后我会反思 好好照顾他 他一边拉着我的手 一边哽咽道 小夕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没个长辈 撑腰 怎么行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冷笑道 是啊 萧家的彩礼 不是一笔小树木 我一个人 拿着这么多钱 也不安全 所以爸爸帮你保管 这是最稳妥的 我爸眼睛一亮 激动到 我甩开他的手 一字一句道 彩礼钱我一分 都不会要 你甭惦记了 我爸恼羞成怒 伸手就要打我 我昂首挺姿 丝毫不畏惧 反问道 爸爸不是说 尊重我意愿 所以才一直忍着 没把我接回去的吗 那请你现在也忍忍 见他答不上来 我冷声对道 您护在我面前 冷凝着我爸道 现在沈夕是我的妻子 得罪她就是得罪萧家 你们一个是我女儿 一个是我女婿 沈家和萧家那 不是一家人吗 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我爸爸怂了 妥协道 既然是你的意愿 那我就再忍忍 萧宁满意地点了点头 拉着我和萧奶奶 一起走了 离开沈家时 萧奶奶还不知道 我们是协议结婚 笑着说给我们 小两口留私人空间 让司机先送她回萧家 我坐在萧宁的车上 犹豫了一会 请求道 刚刚说彩礼钱不要 是骗我继母和妹妹的 我可不可以先和你借这笔钱 我很快就会还给你 我打算利用这笔钱 来和我爸爸交换妈妈的遗物 当初我之所以我同意回沈家 是因为我妈妈以前的好朋友 给我打了个电话 告诉我妈妈的遗物是一份 沈家股权转让书和一本笔记 只要拿到股权转让书 我也就有钱还给萧宁了 萧宁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 而是皱眉凝视着我 我赶紧拿出我笔记本写了一个欠条 按上我的手印递给她 我真的会还你 沈希我们已经结婚 本来就应该分给你这些钱 你不要跟我这么贱卖 萧宁严肃道 她好像猜到我需要这笔彩礼钱干什么 给了我一张新卡 卡里刚好是可以帮助沈氏周转的资金 我拿着卡联系了爸爸 并叮嘱他只能一个人来见我 到了咖啡厅的时候 我把卡交给了他 他把妈妈的遗物交给了我 小娃 我知道你只是对他们母女有意见 对爸爸还是有亲情在的 爸爸到时候会去参加你的婚礼的 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娘家没人 我爸笑咪咪的搓着卡 故坐体贴到我不会叫他们母女来 放心 我怎么不知道她坚持要参加我的婚礼 只是为了继续绑住萧家这个大金主呢 但我没阻止她 因为我知道拿到妈妈遗嘱后 她为沈氏谋划的一切都只是 在给我这个老板打工而已 员工努力那是好事 和爸爸分开后 我回到了萧家 安心地配合着萧奶奶准备婚礼事宜 一转眼便到了婚礼的日子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圣洁的教堂里 从满座的宾客中找到了爸爸 他没有信守承诺 还是带了那对母女来 仪式开始之前 继母忽然拉着周月走到我面前 姐姐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我已经和顾明分手了 周月在我面前格外的乖巧 完全不像之前的她了 继母把我的手和周月的手握在一起 你们姐妹之间要好好相处 我还没说什么 她忽然大叫一声 人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却从她的大腿处流了下来 只听她朝着我爸爸的方向大喊道 沈薇就我们的孩子 我不禁冷笑一声 这孩子来去也太刻意了 周月完全不顾摔倒的母亲 而是狠狠推了我一下 当众指责道 我和妈妈好心来和你道歉 要和你好好相处 你不同意也就算了 怎么能故意把我妈妈推下台阶呢 你这是谋杀 爸爸冲过来狠狠点了我一巴掌 你知不知道我盼着这个儿子盼了多久 他们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对我这个本来就不熟悉的肖家媳妇 议论得更激烈了 找一个从没有听过的香巴佬 做媳妇也就算了 怎么还是个想要当众害死 自己妈妈的恶毒女人 肖宁这是什么眼光啊 这女的怎么看都配不上肖宁 到底使了什么手段嫁给肖宁啊 是不是设计怀了肖宁的孩子 这是谋杀了吧 报警吧 肖宁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 你今天如果坚持和这个恶毒的女人结婚 整个肖室都会受到影响 沈月警告过肖宁 又拿起手机报警 威胁道 还有你别妄想 嫁入豪门了 坐牢才是你的归宿 这时肖宁安排掉监控的人回来了 说这里监控盲区 周月早算准了这一切 笑得更得意了 本以为此刻我是孤立无援 谁知手被人紧紧握着 肖宁朝我点了点头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她的话更像是一记强心针 别怕会有办法的 是啊会有办法的 法律不会放过真正作恶的人 我让人帮我把放在化妆间的包拿了出来 取出里面的档 递给了我爸 我妈当年提前看到了 你的检查报告 知道你不能在生育后 一直瞒着你 所以这位女士是怎么怀孕的 上次回家的时候 看到庸人正在清理继母那条 沾了血的裙子 显然我的这位继母是借着假怀孕 设计阻止我和肖宁结婚罢了 我爸拿着检查报告 应该是记起了当年意外受伤住院的十双手打战 这么多年 盼星星盼月亮的儿子再也不能有了 激动得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起来 救护车到来 把爸爸和继母都带走了 我和肖宁也跟去了医院 婚礼暂时终止 到了医院后 我爸被判定脑梗瘫痪 整个人老了很多 再也没了之前的欺压别人的镜头 隔着玻璃窗看了他一会 我心情复杂地离开了 当年在我妈怀孕之际 她趁机架空了妈妈在审视的权利 害得妈妈难产而死 又把我放在乡下自生自灭 现在算是自食恶果了 我没有进去看她 直接离开去找那对母子 做最好的了结 他们想要悄悄逃离医院 被萧宁拦下带到了我面前 你爸以前就立过遗嘱 她的钱一分都不会留给你 现在她瘫痪了 应该由我们接回去 她的钱也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继母这会不装流产虚弱了 争气里来中气十足 周月也复合道 你不是已经摊上高枝儿了吗 沈家和你没关系了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们 他们这会彻底得罪了 萧宁只想着能紧紧抓着 我爸这棵摇钱树 贪婪而又提防着我的眼神 看得我一阵恶心 我冷声到你想照顾我爸 等他出院 你们就可以把他接回去了 至于沈氏 还有你们现在住的别墅 那都是我外公的遗物 是留给我妈妈的 我妈死后又签了协议书留给了我 我把妈妈的股权转让 叔父印了一份扔在母女俩面前 爸爸以为妈妈死了 以为把我藏在乡下 就可以霸占妈妈的一切 殊不知妈妈早就背着她 签好了股权转让书给我 母女俩看了股权转让书后 不肯相信我的话 坚持要去找我爸赶巧 护士拿着账单走了过来 是沈薇的家属吗 她的手术废情尽快缴纳 继母赶忙把自己的卡递了过去 更换了几张都显示冻结 她只能拉着女儿趁机逃走 我和萧宁报了警 在二楼静静地看着母女俩 知道两人是逃不掉的 很快警察走了过来 以饶警的名义再次逮捕了周月 而继母则因为贿赂医生 开甲证明 被一桶带走 医院大厅内 母女俩的哭声传遍 整个大厅 震耳欲冷 然后消失在我和萧宁的眼前 之前 你给我的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这么帮我 以后有需要的话 希望我也可以帮到你 我递给她一张卡 直到搅黄了婚宴 给萧家带来不少麻烦 想要主动提出离婚 毕竟 她和我结婚也是为了避免麻烦而已 萧宁谋色微沉 沉默了很久才接过卡 之前骗了萧奶奶这么久 我想回去跟她道歉 萧奶奶一直这么维护我 是真心希望找个孙媳妇 这样的人不该受到欺骗 萧宁欲言又止 终究什么也没说 默默往车上走去 我当她默许 跟着上了车 好像回到了最开始 我们去领结婚证的那天 陌生疏离 很快 我们回到了萧家别墅 把这件事告诉了萧奶奶 她没有因为此事生气 反而长叔一口气道 还好你们是假的 我和萧宁不约而同地看向她 很是惊讶 萧奶奶这是在庆幸我和萧宁 没在一起吗 抬头看了一眼萧宁 惊讶之余脸色不大好 出来吧 萧奶奶朝着身后喊了一声 厅内楼梯走下来 一个女生 气质出众 模样娇好 让我有些吃惊的是 我们的风格很像 所以 这就是萧宁当初一直对我不错的原因 明明和萧宁只是一场交易 可才想到这个结果 心里莫名难受 女孩走过来时 眼里只有萧宁 萧宁 亦是萧宁 好久不见了 两人相拥在一起 看起来美好极了 我不想打扰这份美好 往边上靠了靠 总觉得应该快点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 许是我后退得太突然 女孩注意到了我 很快就从重逢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笑着朝我伸出手 我叫林出雪 谢谢你这段时间替我陪着萧宁 也帮我赶了不少她的桃花 现在换我陪着她了 她轻易地跨着萧宁的胳膊头 轻轻靠在她的肩膀上 萧宁都没有拒绝 萧宁也帮了我很多 我伸手过去笑着 回道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帮我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请联系我 我朝着其他人笑了 笑 郑宇离开 萧奶奶拦住我 直言道 丫头 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想让你帮忙 她很喜欢你在医院 照顾我的那段时间 能不能让我认你做干孙女 以后你多来陪陪我 老太婆做萧奶奶的孙女 那以后 岂不是要叫萧宁哥哥了 下意识想看看萧宁的反应 她眉头紧皱 似乎不大高兴 她很不想让我做奶奶的干孙女吗 所以脑子里 蹦出一个不太好的念头 我吓得一颤 念着萧奶奶对我的好 我不忍让她失望 硬声道 我从小就没见过奶奶 一直羡慕别人 有奶奶藤原 您要是不嫌弃 我愿意多陪陪您 萧奶奶朝我招了招手 然后看向另一边 大声道 萧原 你刚刚要跟奶奶说什么 萧宁摇了摇头 淡淡道 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话音刚落 人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 萧奶奶说帮我 物色了很好的结婚对象 给我发了约见地址 我没有相亲需求 但不想萧奶奶白忙活一场 还是去了 相亲对象五官端正 无不良事好 但我依旧没什么兴趣 我向她坦白了 这次来只是为了配合家长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 她其实也喜欢我 但她有些顾虑 能不能陪我去民政局做个样子 男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含笑道 我想在那里再努力一次 向她求婚 看着她坚定的样子 我不由得有些敬佩 既然在意 那就要及时说出来 而不是一再畏惧 最后错过 我答应了她 陪着她一起去了民政局 好巧不巧 刚进门便遇到萧宁 身边还跟着林初雪 进度真快啊 小望你最近好像不一样了 林初雪上下打量我 看向萧宁 声音刻意提高了许多 是啊 不知道怎么的 回去以后 我就很痛恨自己原来的打扮 一气之下换了风格 可追究起我到底在生什么气 生谁的气 又找不到源头 萧宁的目光并不在我身上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身边的男人 脸色沉得厉害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你们也忙吧 我礼貌地朝着两人笑笑 然后转身还没走一步 人已经被伸来的手攥住 出了民政局的门 那双手才松开 你和那个男人才认识多久 就去领证了 萧宁眉心加着怒气 直问道 她这副要数落我的语气戳中了 我这段时间积攒的委屈 为全然诉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已经找回 你的白月光了吗 还管我这个替身干什么 真真吃醋了 萧宁锐利的眼神 突然变得温顺 像一只见到主人的牧羊犬 凑近我 懵懂地盯着我的脸问道 我被她盯得心虚 别过脸道 什么什么吃醋了 沈月当初我和奶奶帮过你 你对我没有感激吗 萧宁问道 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些 但我还是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当初要不是她和萧奶奶护着我 我对付爸爸和那对母女就没有那么容易 怎么能不感激呢 萧宁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问道 对待恩人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你是不是会尽力包容 是我硬道 她突然冷哼一声 一副不信我的样子 甚至不屑到沈夕 你太虚伪了 嘴上说着包容 还不是一直记恨我把你当替身的事 我不是记恨你 我是喜欢 话说一半 我心中一颤 赶紧闭嘴了 萧宁有灵出血 这种话现在说出来 对谁都不好 萧宁把我拉入怀里 打断我的话 贴在我耳边道 我喜欢你 所以我不允许你和别的男人一起出现在民政局 明明互相喜欢还不承认 还是奶奶说得对 你们需要鞭策一下 林初雪从里面走了出来 声音清亮 听了她的话 我大概明白了 萧宁喜欢我 但一直不敢坦白心意 所以找林初雪来刺激我先和她告白 如果我没被刺激到说了真话 她是不是就不会说喜欢我了 她掌管整个萧氏集团 做事果决 只要确定的是从不会犹豫 所以她对我的感情是不确定 所以不够果决 想当妈妈的遭遇 我对这种不确定更没自信了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不能怪萧歌颂 实在是你给萧歌带来严重的PTSD了 林初雪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 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的目光又转到萧宁身上 萧宁无奈地笑了笑 带我回了别墅 递给我一个旧笔记本 6月1日晴 今天给她送了儿童节礼物 她转手就把礼物送给别的小男孩了 又是她不喜欢我的一天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记录了小女孩拒绝笔记主人的内容 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外公带我看她朋友 两人一时兴起出海钓鱼 把我丢在别人家别墅里整整一个月 那一个月一直有个小男孩缠着我 我那时候不懂事 以为外公是因为他爷爷才抛弃我 所以对他态度很差 原来那个小男孩是萧宁 我想起林初雪说的PTSD 尴尬地笑了笑 原来你第一眼就认出我了 萧宁把我拉入怀中 故作委屈道 看来当年给你留下的印象还不够深刻 我狡猾地笑了笑 晃动着日记本没事 现在印象深刻了 清了清嗓子 假装一本正经地念着他的日记 刚念了一个字 身旁咬牙切齿的人附了过来 彻底堵住了我的嘴 故事二 我去演武个人 假装 我来 我来 尤其